Hello,What's up,Dog? 周末又到,向大家推荐海鲜美食,穷苦中产阶级,改善生活的时候。 穷苦中产阶级,改善生活最好的去处是哪里?Costco。 我个人觉得Costco这个食物方面,其他东西也不错,性价比很高, 而且质量有保证,今天呢,推荐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挺直的,就是这个螃蟹,英文名字叫Dungeness crab,老大个儿,这么大个儿就够了。 在这个Costco,海鲜的这个,海鲜布卖,这个中文翻译应该好像叫珍宝蟹,珍宝蟹,这个呢,在这个Costco呢, 其实是熟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喜好这种,买这个活的,这个生蒙海鲜,然后生,生着足,生着正,不是活着足,或者活着正,它是熟的,它是熟的。 所以说呢,对于,某一部分啊,对我来说无所谓啊,是生的,是活的,我以前买过一个,买过这个叫大肉蟹,体验非常不好啊,为什么呢? 是活的啊,现捞出来的,活的,然后,做完之后呢,没有什么肉啊,确实没有什么肉啊,这个,但是很多年,这是很多年之前的,最近又看到这个Costco,就卖这种煮熟的,我想,哎呀,价钱也不贵啊,价钱也不贵啊,忘了具体多少钱啊,反正确实不贵啊,跟这么大,这么大的,大珍宝蟹啊,按价,这个 这个,跟这个鸡比,那当然,是海鲜,对吧? 哎呦,如果在你这个Costco啊,应该它一般周末就摆上很多啊,你可以去看看,在这个海鲜布,就放在这个,呃,这个冷冻的这个,这个下面这个柜子里面啊,一般呢,它一包是两个啊,一包是两个,像我呢,呃,我儿子因为,呃,对于这个虾过敏啊,这螃蟹我也不敢给他吃啊,所以呢,只有我,我,我和老婆两个人, 一人一个啊,一人一个,就是,哎呀,上次买的啊,这货,真肥啊,打开就去看,呃,货,真叫什么,高肥肉眉啊,高肥肉眉啊,我这有图片啊,大伙看看啊,你看,这是红的鲜艳啊,红的鲜艳,而且你看,这这这图片,我拿勺在盖里面这肥,我怀着吃啊,拿勺,好像吃完了,再吃这个,生成肉,吃完肉了,再吃腿啊,先把最大的夹子吃, 钳子吃,然后再吃小腿啊,再吃起来,哎呀,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呃,我查了一下啊,因为我买过两次啊,我买过一次啊,我买过一次吃完了,不过瘾,吃完两次之后,我说,哎,高肯不吃,基本上,因为太大,太大,这个,呃,我查了一下啊,因为我两次买啊,我头一手说,哎,这两个都是工的啊,就是说我们说的长期啊,就是都是工的,我说,哎,这没有母的嘛, 我第二次又买了 买了之后 我一看还是供的 你买的时候 看不出来是供的 因为你得翻过来 在肚子上 因为它在包装里面 你总不能把它拆开 然后翻过来看 对吧 也许有些人这么干 但对于我来说 人家包装包的挺完整的 我也不去动它 然后你只能买回来 咱看 但是这两次买 都是供的 我最近 我刚刚又查了一下 确实这个螃蟹人说 这种珍宝蟹 Danginus crab 一般就吃供的 就吃供的 不吃供的 也许有肉的原因 这个品质 或者口感的原因 或者还有 那个动物保护的原因 因为它那是 wild cow 不是养殖的 它写的标榜是野生的 确实野生打捞出来 打捞出来之后 在船上 说是在活的时候 几个小时之内 就给你煮好了 煮好之后 这样子再动起来 保持着这个螃蟹的鲜美 保持着螃蟹的鲜美 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相信 Costco的质量的话 我挺相信 我觉得挺鲜 挺好 所以说 周末快到 你可以去Costco 看一看 如果你不是那种 必须要吃生蒙的 活着 加工的 自己活着煮的 这种螃蟹的话 去Costco 尝尝这种 其实有点像 我们一般改善生活 以前 在新冠之前 去我们这边 有一个中餐 中餐 中餐 buffet 一般我周末去 为什么呢 就吃两样东西 一个里面 它有这种 有一个牛排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蟹腿 我们叫Crab 我前有个导游搞 Crab feet 蟹脚 Crab feet 其实叫Crab legs 叫蟹腿 应该叫 美国人 英文叫Crab legs 不是Crab feet 中文翻译叫蟹脚 但是我一说 就是吃大蟹腿 吃大蟹腿 吃这种蟹腿 有点像那种 那种感觉 就是凉的 好像 好像那个 美国人吃的螃蟹 也吃凉的 是不是 好 忘了说了 所以买回来之后 是凉的 凉了之后呢 像我就放在蒸锅里 给它蒸一下 蒸个差不多20分钟 你就熟透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再说一下 就是说 确实非常肥 怎么看这个 像我来讲 怎么看这个 螃蟹肥不肥呢 就是如果每个腿里面 或夹子里面 肉非常的食道 非常满 这个螃蟹就是肥 对我来讲 我这两次买的呢 第一次 这个膏特别多 第二次的膏少一点 但是这个肉 说肉 这个是这个 这个身体里的肉 和爪子 各个爪子里的肉 都非常的实 都非常的实 所以说呢 性价比非常高 非常高 绝对对我来讲 绝对不亏 绝对不亏 还是啊 如果你不在乎 是煮好的 你不在乎这种 是他煮好的 这种 你不要 自己偏整个活的 这个 我认为 是不错的选择 是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 说说这个蘸料的问题 这个 我们那边吃 像中国人那边吃 我不知道大家 中国吃的 是不是都一样 都是用姜末 对吧 然后都想醋 或也许堆点酱油 我们就放醋 醋 然后是姜末 然后再放点香油 像我们传统的这边 这吃法 像我老婆呢 就吃这个 就吃这种料 她说她不吃别的 我吃什么呢 像我吃这个 lobster 就是这个 lobster tail 就是这个 lobster tail lobster叫什么 龙虾 尾那种 这些东西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 特别喜欢尝这个 外国这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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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 一般的来讲 像这种海鲜 外国人吃多 叫什么 叫butter 就是用这个黄油 而做成的这个蘸料 网上都有 不同的做法 对我来讲 我比较懒 就是比较简单 我一般就用两种东西 我用butter 画一下 用好的butter 画一下之后 然后画好之后 再放几一点柠檬进去 柠檬的 柠檬的多少 按你自个的口味 按你柠檬的多少 看你自个的口味 你喜欢吃酸的呢 其实跟你想 就是醋是这个中国 就是人工的这种 做的这种 发酵而成的这种酸 但是柠檬呢 是自然的酸 都是有酸 都是酸 但是呢 这个butter 这个奶 butter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特殊的香味 蘸这种东西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你如果简单的话 像我一样 就是把这个 弄块butter画一下 然后挤点柠檬 接着柠檬进去 都是自然的 我们这蘸料自然的 butter自然的 柠檬也是自然的 超自然 all natural 比这个醋的好多 对吧 如果你想看一些复杂的蘸料呢 可以放一些 什么parsley 烂七八糟的东西呢 你看这个 油管上面很多视频 它可以教你做不同的 这个 这个 butter 黄油蘸料 可以看一看 我个人比较喜欢 这个黄油蘸料 现在 因为特别想保持着 因为醋 如果像我们这边吃 吃的这个 镇姜香醋 这个醋的太酸那种味 会把这个螃蟹的 这个甜的这种肉味 给盖掉 这个螃蟹 忘了说 肉比较甜 比较甜 但是多甜呢 像我们说的 就是甜美 比较甜美 所以说呢 周末到 可以去这个castle 看一看这个 有没有这种大珍宝系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解解蝉 我们这穷孔中产阶级 就靠这些 来满足一下 这个 这个 解蝉的需求 哦 还有一点 你只是说了 这个优点 这个有没有缺点 其实唯一的缺点 就是什么呢 这螃蟹太大 吃 整个吃起来一个 花时间比较多 花得有 30到40分钟 比较累 因为呢 你这个手 手嘴并用 还用钱的加开 之后呢 然后再掰开 把肉再挑出来啊 就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过程 但是呢 反正是周末 如果大家有时间 没有什么事干 慢慢的坐在那里 慢慢的 挑点螃蟹肉 然后这个 享受一下生活 改善一下 我们这个中产阶级 悲催的生活